哈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有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新发型啊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吧 好的言归正庄 我这个头发是在那个金大 我今天发现金大还有一个理容室 还可以剪头发 你看那个老师傅给我剪的还不错啊 所以今天可以用一个新的面貌来面对大家了 我们来说一下 昨天我发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就是留考 如果没有考好要再战的话 应该怎么去准备的这样一个视频吧 那么发完之后呢 有一位同学他就发来了他自己的成绩 然后来问我 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再战呀 我应该适合去哪里再战呀 那么昨天的视频呢 就算是这个理论片啊 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当做实践片来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我考到了这样的分数 我应不应该再战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学的分数啊 分数我到时候会贴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学的分数 他的分数的话是日本语合计293 计数的话是40分 然后他没有考数学 其实没有考数学呢 还是一件挺亏的一件事吧 因为我们知道 光光同意这几个等级的学校里面 虽然有一些学校他是不需要数学的 但是 话又说回来 对吧 没有数学的话 你过功力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系了吧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的综合科目成绩 他的综合科目成绩 大概是161分 结合这一次的123点 123点3分的这个平均分来看的话 其实他的综合成综合科目的成绩 还算是不错的吧 还算是不错的 那么他的目标呢 其实是灵灵广 以往的经营来看的话 他这个分 293加160 能不能考灵灵广的经济学部 或者是社会学部 产业社会学部 这些学部的话 理论上来说呢 以往以他这个分考进的学生是有的吧 但是普遍来说的话 他家日语都达到了300分以上 所以他这个分数 其实并不是特别特别的保险 当然这位同学的情况下的话 他自己也是 今年的后期也出了匿名馆 但是大家都知道 一般性来说 我们说考学前期的话 会比后期要简单吧 因为前期他会先录取一批 先多录取一批学生 然后到了后期的话 他相当于是对吧 可以对学生进行挑挑尖尖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他这个分考后期 其实不是特别的稳吧 有时他就来问我 自己要不要在这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学和我的对话 他刚刚我说呢 他是想去专门学校学下文书 尽可能在今年是一月 考上一个课程的成绩 与此同时呢 他也报了一个国立大学的 course 这边应该是专门学校里面 专门针对国立大学的一个 course 也设有英语的课程 这个我们昨天也讲了 就是其实报国立大学 还是需要一个英语成绩吧 还需要提高一些英语成绩 在考证书成绩 那确实嘛 文中的话160几分到190几分 其实是一个看吧 也就是说你从120提到160 其实是一件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事情 而你从160 像这位同学的情况下 160要提高到180 190几分 反而是一件相对来说 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你确实可以继续保持 我明年把数据成绩高上的 你确实可以继续保持 你确实可以继续保持 明年把数据成绩高上的 你确实可以继续保持 明年把数据成绩高上的 在本来的总统是因为太紧张 其实检查还空不到 最后一刻才发现单位是 温看还是从后一道题 所以明年的话 虽然我们说 从160到180提升余地 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还是 这位同学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提升的吧 日语的话 本来我的听见是想象 同学在说 只能发挥出来我的特长 听起来我个人定位在做 3到5个左右 至少你现在高出30分 所以我想明年再见的话 正常发挥应该问题的话 况且文中和日语 这种硬质沉淀 个人认为效果可能更好 其实我同学 他对自己的分析 非常的精准 他说文中和日语这种硬质 是沉淀一段时间 个人认为效果可能更好 其实他的说法 还有一点不准确 不是特别准确 他说沉淀一段时间 其实并不是说沉淀 而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文中我们说 就那本巴斯克社的大黄书吧 日语的话 就是你的流考的日语 这些东西 它是靠日常的积累 也就是说文中的时候 你滚了一遍又一遍 不断的加深你的记忆 可能会对你的分数提高的更快一点吧 沉淀的话 有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学过了 然后我放了一段时间 我不去学 然后过一会分数会提高 其实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我估计 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我的文中和日语 那么就是再进行一下滚瓜乱述 再进行一下熟练的情况下 可能会更好一些 OK 他的自我分析里面 还有一段的说是 我认为要进入大学的话 可能变数会提 这样的多一些圈靠自学的话 多少资金也更长 这个确实是啊 我昨天也没有提到 就是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进入大学之后 比如说不是可以拿大学来保底 然后我再考出去 这样一种准备再战的方式吗 进入大学的话 周围的人 并不一定和你一样 是要进行再战的人吧 他们不再战 他们大一大二可能会很空 他们会出去玩 他们可能心思并不在学习 他们也会找你出去玩 对不对 你周围的环境并不是一个在战的环境 而如果呢 如果你是在语言学校里 或者说你在专门学校里 那么你周围的人至少 语言学校可能还不一定 但是你这种进学的专门学校里 你周围的人至少 他都是一个准备在战的状态吧 学习氛围会浓厚一点 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处 最后在专门里就和老师说的一样 身边不能说是正道 才是方向一致 就多少个带动一天 我就等大家去学习 我觉得这个对我个人来说 心理比较大一些 空间还有一些奖学金可以 确实有一些专门学校的话 那我就不具体具体举名字了 如果你留考分数足够高的话 他会给你一些奖学金这类的钱 那么他的学费会相比于 你进一个大学金再加便宜一些吧 好的 那么看完了他的自我分析呢 我们也再重新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留考分其实是 并不是特别低的吧 一般来说 考他这个分要再战的一般对自己的目标 定点比较高 那么这位同学他自己的目标是利命管吧 利命管我们说什么样的分比较保险 我个人感觉来说你日语330 就是和我们说的那个7090理论里一样的 日语330 然后文宗的话到160到170左右 那么他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去考的水平 但是不能保证吧 那么他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再战一年 为什么 他对自己的明年的提升 他要求并不是一个跨越式的要求吧 293到33040分 40分一年的时间完全是有可能的吧 文宗他这次有一点点没有考好 那么明年把它提升到170 180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吧 那么这位同学唯一一个不确定的变数 就是他的数学和英语吧 我这里不是特别清楚他数学和英语情况 如果他想更往高走一点去去过功力 那么数学起码要考到 怎么说呢 比平均分还要好个二三十分的水平 然后英语的话呢 对不对 英语的话因为这个东西完全看你个人的基础的 但是我们知道观观同力的话 你有英语你就有了 比如说同志社 你有英语你就有了出院的资格 就算你英语差一点别的学科 如果好的话 一样也能考上吧 所以说这位同学的情况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查看一下自己的分数 然后看一下这位同学的情况 和这位同学的情况比较相似的 那我还是强烈建议你 如果不缺那一年的时间的话 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再战 好的朋友们 今天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 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哪种情况下 我觉得是可以再战的这样一个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讲 关于留考再战的这样一个实践片 实践片 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接下来的话 我会出一些关于 关关同立这个等级的学长 和学姐们的一些采访 也敬请大家到时候多多的支持 最后忘了一个事前两集 没好意思说 就是我这个频道的话 接下来会持续的更新一些 和留考和日本有关的一些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 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可以的话 B站的观众 请麻烦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是油管的观众 麻烦给我点一下订阅 然后再打开小铃铛 那就万分感谢了 谢谢大家 我是大海 期待我们有缘 再见